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 大家好 我是優格姐姐 我們今天準備了很多漂亮的色紙 真的 有好多種顏色 今天要摺的東西非常地特別 沒錯 今天我們要教小朋友 怎麼摺出實用 而且超級方便的扇子 扇子真的很方便 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 而且摺起來又非常地美觀 實用大方 對啊 哈密瓜哥哥 很方便我們身邊只要有一張紙 就可以摺出扇子了 準備好跟哥哥姐姐 一起來摺扇子了嗎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 一起玩摺紙 摺紙好好玩 首先沿著虛線兩邊向內摺 接著往內摺成長方形 壓平 再往中間對摺 壓平 壓平之後 慢慢地把色紙打開 接下來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把色紙往上摺 然後 我們照著摺橫 正反 正反對摺 壓平 摺好後 綁上毛根 或是繩子 接下來 接下來把扇子上下打開 漂亮的扇子就完成了 那我們趕快來摺扇子吧 小朋友我們要準備的工具有 還有剪刀 以及這個 毛根 等一下是一個很重要的道具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趕快來學 摺扇子了 我選了這一張色紙 上面還有小小的扇子 很漂亮 真的耶 哈密瓜哥哥 你選的色紙有日式風格的感覺 對啊 你的感覺比較 比較美式一點點 點點的感覺 對 不同的色紙摺出來的扇子 都長得不一樣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那首先呢 我們先把色紙 分成三等份 怎麼分呢 像這樣 稍微的抓一個 三等份的感覺 把色紙這樣捲起來 對 然後我們大概呢 把這邊的邊邊 跟這邊的邊邊對齊 然後壓一下 不用壓太大力 對 輕輕輕壓一個小點 然後打開來看 它就可以有三等份了 就會像這樣子 對 小朋友看得出來嗎 有三等份的感覺 很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三等份摺下來 摺成這個樣子 邊邊對邊邊 好 我們回到桌面上 來把它壓平 稍微對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摺痕 給壓出來了 那如果壓好的話呢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有一個小小的門 這樣子 對 所以摺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有兩個顏色不同的 出現在這張色紙上面 造型也變得比較不一樣了 會有兩種顏色 對 小朋友趕快跟上這個步驟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色紙對摺 把它這個腳腳 對這個腳腳 摺起來 好 我們腳腳對腳腳 對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把它壓一壓 那小朋友你們可以放到桌上去壓 對 好 壓好之後打開來呢 中間就會出現一條線了 有沒有 你們的色紙中間有沒有出現一條線呢 有耶 像這樣子 大家都有 接下來我們要把兩邊關門 邊邊對齊中間這條線 然後摺下來 好 小朋友可以放到桌上摺 這樣也比較好摺 對 像優格姐姐這樣 把它放到桌上 往內 摺 然後用我們的手指頭 把摺痕壓出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一直把秘密關起來 所以我們要再來關一次 再把中間這樣子 對齊中間這條線摺起來 一個繼續把門關得更小 對 好 那大家都要跟上這樣的步驟 優格姐姐又摺進去了一點點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我們剛剛呢 本來是這樣子的門 那我們再把它往內摺 就會變成更小的門了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摺一摺 再把它摺進去 你摺越到那你扇子 就會變得比較精緻 對 就會變得比較高級款 這樣子呢 我們的扇子就會更漂亮 好 你看我把它摺進去之後 原本一張很大張的色紙呢 現在就變成這樣小小的一條了 可是哈密瓜哥哥 真的越來越難摺了 好 我們現在把它全部打開來看一下 好 等一下呢 我們要利用這些摺線呢 來摺出你扇子的形狀了 我們把它放到桌上 好 小朋友都放到桌上了嗎 我們找一個邊邊呢 往前對齊前面那條線 摺過去 然後再把它拿起來翻過來 再摺進來 把我們剛剛的門呢 好 再轉過來 摺上去 用彈簧的方式摺 對 好 所以我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這樣的形狀對不對 對呀 你把它摺下去 翻過來之後呢 再沿著這邊的線 再摺下去 再翻過來 再摺下去 這樣一來一往呢 你的扇子的形狀就漸漸成形了 那我們回到桌上 趕快完成這些步驟吧 好 摺下去 翻過來 再往前摺 那其實呢 小朋友是不是多做幾次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了 沒錯 那還有一個小技巧 我們剛剛都是這樣子翻過來 往前摺 翻過來 往前摺對不對 對呀 你還有一個技巧就是 你可以把這邊厚厚的抓緊 你把它翻過來 摺好 再往前翻 這樣像不像有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媽媽在炒菜 真的耶 炒一下 翻過來 再炒一下 像在翻過子一樣 再翻過來 再壓一下 再往前翻 真的耶 再往後翻 而且越來越熟練了 越來越熟之後 我們的麵條就成形了 優格姐姐的麵條成形了 我的麵條也成形了 是不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像彈簧一樣對不對 對呀 你們看 咚咚咚咚咚咚 好 那我們把它收好 剛剛哈密瓜哥哥有說 毛根是很重要的步驟對不對 對 優格姐姐也選好你的毛根了嗎 當然 優格姐姐選的是這個 Bling Bling的毛根 我選的是像太陽一樣的毛根 真的耶 我們是同色系的 好 那我們把它纏在下面 好 你可以繞個兩圈 然後把它轉一下 毛根是不是有一邊 變得比較長對不對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拿剪刀起來 把它剪一下 那小朋友呢 使用剪刀要小心一點喔 對 小朋友呢 使用剪刀的時候 可以請爸爸媽媽來幫忙喔 好 我們先把扇子的下面打開來 稍微撐開一下 那我們上面的扇子也一樣像這樣 把它打開來 哇 好漂亮喔 那我們的扇子就完成了 首先 沿著虛線 兩邊向內折 接著 往內折成長方形 壓平 再往中間對折 壓平 壓平之後 慢慢地把色紙打開 接下來 接下來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把色紙往上折 然後 我們照著折橫 正反正反對折 壓平 折好後 綁上毛根 或是繩子 接下來 把扇子上下打開 漂亮的扇子就完成了 好 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 魷魚 大家好 還有 惠妮 大家好 現在就跟著哥哥姐姐 再來折一次扇子吧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好我們的色紙 小朋友都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先把正方形的色紙分成三等份 一樣記得 我們剛剛的步驟是 捲成圓圈圈 然後分成三等份 然後輕輕壓一下 對 對 好 壓好之後可以放在桌子上 然後再把三條線折出來 再壓 好 我們只要折一邊就好了 折一邊之後拿起來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會有兩個顏色 會有兩個顏色出現 像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直關門 好 準備囉 先對折關門 關門 壓一下 好 關好門之後 再打開 打開之後沿著中間這條線 持續地關門 來看看你的紙張大小 你可以關幾次門 我們一起來算算看 我可以關第一次 先關第一次 好 好 往內折 壓一下 好 小朋友 妳第一次的門關好了嗎 關好了嗎 好 好 都關好了 我們再來關第二次的門 好 準備關第二次囉 好 一樣沿著中間這條線去對折 因為我們紙會越關越厚 所以會越來越難壓 小朋友要用力一點 或是找爸爸媽媽幫忙我們 關門也可以 我們把我們的門拿起來看一下 肉依關好 我也關好了 小朋友妳關好了嗎 小朋友妳關好了嗎 關好了 都關好了 都關好了 我們一起把門打開來 好 打開來 小朋友還記得嗎 我們接下來的步驟會像炒菜一樣 炒菜一樣 把它擺在桌上 擺在桌上 一樣 人先摺 沿著剛剛的摺線呢 摺一摺 好 再往後翻 再摺一摺 再往前翻 摺一摺 好 有沒有像炒菜一樣 炒菜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炒菜 翻過來 再翻過去 翻過來 這個步驟會比較久一點 所以小朋友要非常有耐心 不可以摺到一半 就說我不摺了 我不摺了 這樣子就沒有漂亮的扇子了 對不對 對 我只剩下最後兩摺 我的扇子就要完成了 小朋友看看妳剩幾摺 加油 趕快趕上大家的進度 優哥姐姐率先完成 好 我也完成了 妳也完成了 妳也完成了 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完成了嗎 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好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要拿毛根跟剪刀了 好 挑選一個妳喜歡的毛根 謝謝 來 問妳要哪一個 黃色的 好 那我拿這個毛根 那我拿紫色 一樣我們要在扇子的下面 大約四分之一的地方 繞兩圈 然後轉一轉 然後轉一下 轉好之後呢 就要使用我們的剪刀了 好 我們要把後面多餘的部分剪掉 把它 剪掉 妳就哥姐姐可以幫我一下嗎 好啊 沒問題 我看看 好 那哈妹瓜哥哥來幫妳 轉一轉 好 那我們可以往下面一點 我們這樣把它剪掉 小朋友也可以找爸爸媽媽幫忙妳喔 對 互相合作 完成了成品呢 妳會覺得更開心 好 這樣把它收進去 小朋友都綁好了嗎 妳的毛根也完成了 像這樣子喔 謝謝 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把扇子的下面打開來 下面先打開 看看有什麼變化 小扇子出現了 小扇子 再把上面 拉開來 我這邊完成了 惠妮綁得好高喔 我們往下拉一點點 往下拉一點 對 小朋友要記得喔 我們這個毛根 不要綁得太高 不然妳的扇子呢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短 妳綁差不多在四分之一的地方呢 它就扇子打開的扇葉就會比較大喔 那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也都完成了嗎 完成了 那我們一起把我們的扇子拿出來 我們的扇子就完成了 真的 首先沿著虛線兩邊向內折 接著往內折成長方形 壓平 再往中間對折 壓平 壓平之後慢慢地把色紙打開 接下來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把色紙往上折 然後 我們照著折橫 正反 正反對折 壓平 折好後 綁上毛根 或是繩子 接下來 把扇子 上下 打開 漂亮的扇子就完成了 相信小朋友都完成屬於自己的扇子 對不對 完成自己的扇子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我們也可以利用扇子 中間折的這個基本形狀 去變化出不同的形狀 沒有錯 像優格姐姐手上拿的這個圓形的扇子 就是從我們剛剛折的扇子去做變化的 哈密瓜哥哥手上這個 也是用兩個扇子 把它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領結 你可以放在身上去裝飾 好可愛 那我來教一個簡單的領結好了 我剛剛是不是說 我們綁毛根的時候是綁在四分之一的位子 對 我們現在只要把毛根往前移 移到中間的位子 然後你把前面打開 然後再把後面打開 領結就完成了 領結就完成了對不對 小朋友也可以放在你的身上裝飾 或者是像小女生可以放在頭上 變成法式 對 好 那現在優格姐姐呢 要來教小朋友做圓形的扇子 首先我們要先把兩個 我們剛剛折好的扇子 把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對 像這樣子 那我們兩個都合在一起好了 小朋友也可以發揮創意 不一樣顏色也沒關係 沒錯 你也可以爸爸媽媽做一個 小朋友做一個 然後兩個把它合起來 對不對 對耶 好 合起來之後 我們用毛根把它轉一下 中間轉一下嗎 對 在中間的地方 像這樣子 轉一轉 一樣使用剪刀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請爸爸媽媽幫忙 可以幫我轉嗎 好 沒問題 爸爸媽媽的工作來了 就是要幫小朋友來轉這個毛根 因為扇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看它就會變得很厚 所以如果小朋友需要 儘管開口 爸爸媽媽一定會幫忙你的 對不對 對 好 合起來了 小朋友要記得 要在中間的地方 在中間一點對不對 對 要在中間的地方 不然的話你的扇子 就會變得歪歪扭扭的 對 所以一定要把它調好 好 好 小朋友都完成了嗎 我完成了 好 綁好的時候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有一點點像領結 現在我們要用雙面膠 把它黏在一起 像這樣子 這個地方 要這樣子把它黏在一起 用雙面膠 對 下面也一樣 這邊有四個地方 都要用雙面膠把它黏起來 好 所以要黏上四條對不對 對 四條 好 小朋友在黏的時候記得 雙面膠一定要把它撕整齊 對 不然你可能會黏到其他東西 雙面膠就不黏了 那要記得 我們先不要把它 雙面膠先撕下來 先不要都黏起來 我們留一縫 一個洞洞 對 等一下有特別的事情會發生的嗎 有 好 所以雙面膠黏上去之後就可以 先撕一條把它黏在一起嗎 對 我們只需要留一條 先不要黏 好 那沒問題 那我們先把 黏 雙面膠黏三面黏起來 好不好 對 先黏三面 好 先黏三面 留一面 再黏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兩邊對 對得很整齊 對 不然我們的扇子 就會變得歪歪的了 沒錯 好 你看 好 我黏好之後 中間就有留一個還沒有黏 對 我這邊還沒有黏 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有沒有都做到這個步驟了呢 慢慢來沒有關係 小朋友還沒有做到這個步驟的 也可以先爸爸 媽媽來幫忙 好 好 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呢 柔宇 沒有 沒有 好 看看 慧妮也很棒 小朋友也很厲害 都可以自己做扇子 非常棒 好 好 他們瓜哥哥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來了 最後一個步驟 一人拿一根吸管對不對 對 來 我給妳一根 謝謝 妳也給我一根 現在我們把我們的吸管 我們要像這樣子 把它黏在中間 黏起來 對 黏起來之後呢 就會很像圓形的扇子了 那我們先黏起來看看好不好 好 我們就把它黏在中間 對 對 沒有錯 所以我旁邊還可以再加一道雙面膠 對 因為有的像 像哈密瓜哥哥這個扇子比較小 然後我的面積就會比較小一點 如果妳面積大一點的話 妳雙面膠的面積妳就可以再貼大一點 對 這樣子呢 棒子才不會掉下來 好 好 沒問題 我也來 我把我這個撕一半給妳 我們一人一半 好 所以爸爸媽媽在幫小朋友的時候 也可以撕一半給妳 撕一半給我 對 可以互相幫忙對不對 一人一半感情才不會散 好 好 你們看 優格姐姐的圓形扇子就出來了 好 看看惠妮的 好 好 惠妮我們再中間一點點 那我的 我也要把我雙面膠撕下來 黏起來 好 這裡還沒有 我的黏起來 我的扇子也完成了 好 小朋友都完成屬於自己的原扇了嗎 完成了 那下次再跟著我們來 一起玩摺擠 摺擠好好玩 幫我刪一封 刪一刪 哥哥姐姐一起摺出屬於自己的房子吧 拜拜